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修一个LED灯 我们看一下 这个灯呢现在是一直不停的闪 然后里边的光啊也非常的暗 现在呢你看突然又亮了 现在又正常了 很多情况的时候它就是一直的闪 有时候呢它就会正常 今天呢我们给它修一下 先扒着灯从灯上拧下来 然后呢用手摸它的后壳部分啊 非常的烫手 像这种灯啊 一般的问题就是它散热不好 很容易烧坏它 很容易有问题 现在呢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 拆开以后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微移方法 其实呢我的微移方法也非常适合 就是这种LED灯彻底不亮了 或者呢是时好时坏 就像现在这一个一样 就时好时坏 首先拆开呢 我们第一步先检查的 就是这个主力电容 看一下这个电容有没有鼓包 一般啊这个电容鼓包之后 就会出现这个频闪 或者是灯彻底不亮 我们看一下这个电容是没有鼓包的 像这种情况一般这个电容是不会坏掉的 我们现在就需要检查的就是看一下上面这些原件 包括这个线啊 有没有虚焊或者是开焊的地方 这个灯呢也并没有发现有开焊或者虚焊啊 接下来我们就要检查下这个灯珠了 检查灯珠的方法呢 一般都是用弯表或者是用两节1.5的电池来检查灯珠 不过这个方法呢 就是适合检查就是彻底化掉的灯珠可以检查出来 但是像这些灯珠性能不良 时好时坏的这种灯珠用那个方法是检查不到的 也检查不了 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维修经验 其实啊也很简单 首先呢我们先从罐罐上先看一下上面这些灯珠 检查以后发现有个小灯珠有问题了 就是这个灯珠 上面呢是有个小黑点 我们先把这个镜头给大家拉大看一下 拉近距离我们看一下 这个灯珠呢 这儿是有个小黑点是吧 它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灯珠化掉了 这个灯珠呢就是连接在电容旁边的这个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来验证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灯珠化掉了 我们先把这个灯给它拧在这个灯口上面 让它先点亮 有点太刺眼了 我们先把这个罩子给它再扣上 好我们放在这儿等 等一会儿之后啊 它再出现就是灯不亮了 一直在那闪的情况 我们再来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个灯珠的问题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灯已经又开始闪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罩子给拿掉 我们就是还短接一下这个化掉的灯珠 试一下看这个灯会不会全亮 如果全亮就证明 之前判断是正确的 我们看一下短接完这个灯珠之后 这个灯完全都可以亮了 它问题呢就是这个灯珠化掉了 确定这个灯珠化掉以后啊 我们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换一个新灯珠 上去是最耐用的 不过很多人啊手里面肯定是没有这样的灯珠的 像这样的情况呢 这段情况啊也不需要就更换灯珠了 我们啊其实给它直接短接起来就可以了 现在呢我就给它短接了一条细的铜线 然后呢我们给它通常电来试一下 看着灯有没有修好 没问题了是吧 已经都亮了 好了今天视频就感谢大家观看 过了